各位标迷你们好 又是我No.7 Watch书仔 欢迎大家再次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第一个推介 今天是公众假期 这个是重阳节 很多标迷我相信都会放假 提前也有标迷来拿了标 现在中午的12点松一点 镜头前面是Series 8 890系列 Series 8 880和890系列都相当受欢迎 我相信很多标迷都不会对它陌生 大家又知不知道Series 8的背景是怎样 在2008年原来Series 8 首次在日本内销时推出 而这个推出奠定了 星神的中高阶满标市场地位 星神的Series 8 除了2008年在日本内销推出之外 2021年更加在海外首次推出 这次採用890的Series 8的鱷型 採用了日本传统文化市重文面 这个市重文面标盘的标盘 这个市重文面标盘有两层意义 按照它的官网显示 市重文面第一层意义 以东京的野景作为设计主题 东京野景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 它是窗户高耸大楼的交错 以此起彼落的状态呈现在标盘里面 代表了东京野景作为设计蓝本 我们一起看一下潜似 今天主角采用了蓝色标盘 今天主角 这款890的Series 8系列有三颗颜色 其实三颗颜色我只差这颗颜色 之前介绍了金色外壳 这个不是金色外壳 也介绍了运状櫻花 但我自己觉得三颗颜色 这颜色其实是最耐看的 最耐看的 为什么呢 因为买一些中高阶的手标 我自己觉得有时候我会选 保守一点颜色配搭 但因为有史丛文面 也不失了传统文化 也有个别独特性的风格 所以我会选蓝色 因为蓝色够稳固 过多几年看 我相信都不会过时 好了 原来史丛文面 除了提前我说的 其中一个以东京野景为主题的设计概念之外 还有一个深层次的意义 就是日本的传统文化之中 史丛面是代表了永恒和繁荣的意思 如果把手标能够配戴在手腕上 不论是送给你的亲朋戚友 或戴在自己手腕上 都有两重意义 有永恒和繁荣的意思 还有东京野景在标盘上 一个很独特的设计 另外我们看看从外壳开始 890的Series 8 就采用了高级打磨 你看到它打磨的光泽度 非常独特 很亮的 还有它用上了3L不瘦钢外壳 至于它的八角形标盘 我相信大家对这个标盘都不会陌生 左右两边就对称有一个翼柜 右边就有一个互观位置 标观位置放在三点位置 同样我自己有一个不明白的地方 就是既然Series 8 都去到中高级系列 为什麽它在这里都做了 不做一个八字 或者做一个S8 这样的标观 这个我自己觉得是可以改善的地方 八角形标盘做了拉斯花纹 旁边是哪个位置 你看到它起了一条骨位 看到这个位置 起了一条骨位 都是做了一些抛光的处理 那质感非常之有质感 我试试给大家看一下 看看能不能拉近的 是的 那你看到它做了骨位 就分开上下两个界面 下面这个界面就做了打直的拉斯花纹 上面这个界面就做了抛光 很有质感 标银方面都采用了 现在较为流行的零角切角 一体化色的标带 那这里做了拉斯花纹 这里延伸到旁边部分 隔了一行抛光 延伸到旁边部分都做了拉斯花纹 那么很有质感 非常之有质感 那标盘呢 亦都是做了三针加丹力 日力枪就放在三点位置 做了白底黑字 还有呢 都有这个金属边框 那至于呢 一个格子 一个格子 就代表了日本东京市的窗户 的Dial 跟着呢 还有呢 看到六点位置 这里写着了什么 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的 这个是 日本製造的Series 8 那好了 也有个内影边框 做了蓝白色 撞了个标盆 蓝底白日力枪 衬托的 那时分针加上黑度 都带有夜光 一起看一下夜光 夜光应该都不错 夜光 看一看 多光亮 这个Series 8的系列 哇 非常靓 超强的夜光 那好了 接着呢 我们试试向上转动 右边这个扭动的按针 就是一个转动这个内影标盆 而这个内影标盆 就是一个測束圈 像一个运动的外面Basol 但这个就放在内影那里 也都配动了这个内磨度增强的 一个防反射涂层的 南保石玻璃标面 而这块南保石玻璃标面 为了突显更加的层次感 你看到它沿边的位置 都做了车边的 这个位置做了一个粒坑的车边 凸起了的车边 那更加令到它更加有一个层次感 有质感的 好了 标壳方面 刚才说过了 由于它用了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体法 一体连成的标带 那所以呢 戴上去很贴手的 也都不降手的 那这里呢 做了一个由闊到窄的 拉斯花纹的一个 不受港标带 那标带 很有质感的 那这个标带 那这个机身呢 就属于高频机身 28,800的震频 日本製造 16,000的抗尺 16,000的抗尺 有得手动上链 有得自动上链 停秒功能 都会在这个手标上面都有的 那我们试一下向上转动 那你见到它呢 那你见到它呢 向上转动大概六七下左右 就开始起动了 那机身 那踢起了之后 有停秒功能 对不对 见到有停秒功能 那我试一下向下转动 教那个手感 很好 非常之紧致 很高级的手感 那是呢 教到它六点多钟附近的位置 好像那些高级标那样 教下去的手感 好了 接着呢 半格 教个日力枪 特特声的 一格一格跳的 好 教完之后 按到一个拉推管 那这个标呢 也是做了防水性 二十个巴 二十个巴 但是呢 它就做了拉推管 没有做螺旋式素标管的 那应该是双套 防水圈设计 好了 接着呢 另外呢 标带方面 看一看了 同样啦 Series 8的系列呢 都用上了这个比较名贵一点的 高级感一点的 不受降扣 那你见过按键 到到的 切角面 都做得漂亮一点 做了拉丝打磨 那 就没有微调的 但是呢 它就有一粒和半粒 调教的标带 那里 打开了 做了口桥啦 当然 因为星神的Series 8 都属于中高街 不会做博桥的 那我们先看看标底 标底呢 标底呢 就写住了这个 二十个巴的防水的 那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二十个巴的防水的 一只 那标底呢 标底呢 就做了一个 写住了二十个巴 跟着呢 做了螺旋式锁的透视底盖 一万六的矿尺啦 最重要是三个字 Made in Japan 日本製造的 那你见到呢 铁也做了一些直条纹的打磨 甲板同样都有打磨到的 那现在你发觉好像不太清 其实有块胶膜 在这里就不撕它了 那九零五一的基深 那也是一个星神的高频基深 两万八千八的震频 那这只手标呢 就 看回正面先 那整只标的标带呢 你见到呢 我现在移动一下给大家看 在光的折射下呢 你见到它呢 呈现那个光度 那个亮窄度 完全跟一般入门级的手标 很不同的 截然不同的 见到吗 很有质感的 那有些标迷呢 甚至乎呢 来到见过实物 尤其是昨天 我摆了桌面 准备今天拍片的 做资料搜集的时候 有些标迷说 它的质素呢 那个标带呢 好像一些高端的贵标 那我不开名 哪些高端贵标 那手标呢 42小时是动力储能的 那整只标的总重量呢 绑一绑给大家看一下呢 那标竟呢 它就写它呢 官网是40.5A的标竟 那我试试绑一绑给大家看 那重量方面呢 就去到176g 176g 至于直径方面呢 量一量给大家看一下呢 那直径呢 就是这个 是不是40.5A呢 我们看看 那至于series8 很多标迷呢 未必熟悉这个 905A的基深 它的标准时间 五叉值呢 就负10正20 一般走出来 10秒左右 那直径方面呢 就40.5A的标准 这个标准 标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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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斜准 标准呢 标准呢 因为它有个护冠位 我计算是42 左右 但如果看标准这个位置呢 不计两只翼柜 就40.6M 40.5A左右 厚度方面呢 就11.8mm的厚度 厚度都适中的 至于脖准呢 就去到46.9 那带上去非常的贴手 不如试一试给大家看 那这个标呢 就采用了24石的9051机芯 高频的机芯 28008震频 那带上去呢 非常贴手 还有那个鱼型呢 这个890系列呢 我明白到 为什么会那么多人喜欢这个鱼型 比起这个880的GMT的系列呢 都是会过之言无不及 因为呢 它的机芯比较薄 尤其是好像我手比较小的标迷呢 比如15-16cm手腕标迷呢 但是这个890系列呢 就适合了 第一 机身没那么厚 第二呢 就是它这个位置一体连城 很贴手 那好了 这个市松民的一只 Series 8 猪仔推介 多少钱呢 它建议零售价呢 9800元 9800元 那猪仔呢 就超纯有位 超纯 真的超纯 是啊 那多纯呢 5488 5488 除以9800元 即是说是五六节 五六节 那喜欢这条影片的标迷呢 记得给个like 啊猪仔 猪仔需要你们支持 如果未订阅频道 记得按下钟仔 订阅 有这个Series 10标盒 有这个保佣证 吊牌 一年保佣 有收据的 那这支Series 8 希望你喜欢这支 市松民的推介 那如果你还没试过 中高阶的星神 那基本可以从这个Series 8的特价入手 五六节 非常顺利的价格 五千四百八十八 那我知道有些标迷呢 经常都会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就会问 喂 猪仔 其实呢 那些 Citizen 究竟跟星宫是谁好一点 今早都有一个标迷问我 其实呢 我自己觉得 没有谁好与怀 始终都是 各有各的喜好 百佛葬百佳 星神有他的独特的涌等 亦都是 星宫也有他自己的涌等 自己的粉丝 那我自己就很喜欢 这支Series 8 那第二个问题 就是 五千多元 买一只星神 其实五千多元买到一只天梳 那我跟你说 两个级别来的 那你买到一只CSTAR的天梳 虽然是瑞士标 但是呢 从打磨上面 我自己 如果要 给一个评级 我自己觉得这支Series 8 就会赢了一只人门级的天梳 那不论是PRX也好 CSTAR也好 老实说 如果带过PRX的标物 都知道 它是有少许介手的 这个完全没有介手 而打到 那个状态非常之灵身 好了 最后试一下 蓝宝石玻璃标面 给大家看看 究竟它是否 用一些美质 9度的硬度 蓝宝石到9度的硬度 8度 9度的硬度 9度 最弱是12点位 9度 8度的硬度 是的 这个也是属于 比较硬度内磨的 蓝宝石玻璃标面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Series 8的推介 这支市重文的蓝色标盘 心动的你千万不要犹豬 只有两只 五六折 你记住 超顺的价钱 一只Series 8 如果你还未用一只中高阶的 市重文的Series 8 可以考虑一只入手 代表永恒和繁荣的意思 很有意义的标盘